好 这块我们就做完了 对吧 那么接着去把这个这个字式完成一下就可以了 叫做一个轮播图 这个轮播图就非常容易了 对吧 首先找到我们的Home Breakment OK 要加轮播图 其实就是在这个neaster view的身上给它加上一个答案 所以在它Fader Doctr之前给它加上一个header view 也是给它一个header view就可以了 好 OK 那现在你就明白 也就是需要给它这样一个模块了吧 那谁能提供我们的一个view 现在它只是 也就是我要听加轮播图 其实就是要给它一个view吧 那谁能提供一个view给它呀 是不是我们的holder正好去干这个事情呢 相信可以把这块模块给它单独的抽取出来了吧 好 对的话 所以说我们新给它创建的叫 主页的pictures 可以吧 pictures 的一个holder 好 对的话 我们去创建一下这个holder 好 我记得这个代码好像没给大家提交 这个不能写太久了 提一下 先 构成的结顶解析 了解 好 OK 那我们对应的来到这里 接着往下写就行 去A的 去添加一个 A的一个picture的view picture的view 好 其实就是一个view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 我们的holder的时候 正好可以干这个事情 提供view 是吧 homepicture的一个holder 好 对的话 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它了 好 创建了它 对应的话 翻到我们的holder包 进成我们的 被试的holder 好 接着它会问 问你的数据 别人是啥数据 整个数据是啥吧 就你这个holder数据是啥 那我们轮波图的数据 是正好就是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有啊 所以的话 我把它给 就过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过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主意吧 轮波图的数据其实就是下面的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那个尺寸吧 也就是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这里的这个数据是啥 就是它可以决定一个师徒 是主意的展示 那现在就是这个历史的 尺寸 好 OK 接着 他说你这个 持有的这个view是啥 是吧 那就view.flite 以外优秀 对着它开始的 r.nelt.itron 接home 下的pictus 就可以了 对我们去创建一下这个布局就可以了 好 OK 接着从脚本里面去 就过来 好 你们回去也是 quartier这个脚本吧 没有自己写的写不去了吧 不然这个时间肯定是大大的不够吧 好 OK 很早就行就这么做 好 OK 好 让对看一下 它比较简单 这个资本北京里面一样的 上面就是一个vpictus 下面就是一个放置这个指针的一个容器 对吧 好 OK 我们对应的话来到这边 这就是我们的view 它对应的话就view.in 借给它一下 z.view 对吧 那这里就是返回view 上面就去找出来就可以了 r.nelt r.id 两个 还有一个是 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容器 那这个就是viewpictus 那就给它一个viewpictus 上面这个容器 它是一个信息布局的 那就是一个m的 看起来的 in in counter就可以了 是吧 好 OK 接下来 走到下面的话 我们就是要根据回来的数据 它其实就是以一堆的urls 去完成这个加载就可以了是吧 好 OK 我们去 拿着它给它设计的 r.nelt 就给了 好 给它创建r.nelt r.nelt Waybaker 设计r.nelt 它是一个 研究给它设计的pictus r.nelt 之类吧 对吧 好 OK plus 这叫pictus r.nelt 等于 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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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程谁呀 公里是shuper 还记得我shupervassr.nelt 它是服务者谁的吧 它是vassr.nelt 之类呀 只是easeview和vassr.nelt 可以用吗 那么对应的话 这里就直接直接写了叫pictus 的道具 好 OK 好 看着的话 看着是要由数据员决定呀 我们数据还在这里嘛 接下来我把它给保存数据 好 也就是 再给它搞 这个m的urls等于urls 似乎就把它给保存到成员冰链里面去了 保存到成员冰链 我们才可以拿到它吧 在这里 常规写法 如果m的urls不等于空 认识一下 它的一个 上任就可以了 对吧 OK 那这个写法也是一样的 是vill等等于offer界 还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初始化 一个叫迪时戳移 它迪时戳移最为简单 也就是拿着vill 进行一个任务view操作 移除这个operative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它会迪时给转弯 好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对应的话 只要返回具体的内容了 也就是villpinder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 里面记得view吧 OK endview一个里面记得view 好 他以外有趣哦 对的看这些 好 我们也可以给他设置一下 score的一个type 设置为scoretype 上面的 配的xy是吧 好 OK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type 好 好 接下来就是一个图片的 加载了吧 那图片加载的话 你对应的话 就用p3dm的helper 去提splay 容器就是它 地址的话 你就看一下 图片的地址是 就是一个完整的地址 现在图片的地址 它是一节吧 那就要进行拼接 对吧 他拼接的话就是reco 下面的 play叫做一个 我们是叫urls的 urls下的一个卡 去拼接 拼接的吧 我们叫 他这里是知道这个pore 形 那就murl是 可以的pore 形 非常容易了 ok 这样的话就 接下来 要把它给加到 容器了 A的view Iv 还要记得 返回 图片的 Iv 好 这边我们就刚好了 回到这边来 ok 等于 另外一个 homepager的pore 那么这个holder里面是就可以去提供m的poreview了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注意一下 接下来你只是一定要注意他要展示数据的话 是不是你要把数据告诉他呀 相信的它是属于提供数据 但是他最主要的接收数据和数据板定 是你必须要用他一个办法才可以吧 这个现在是他可以提供数据吧 那最重要要是接收数据和板定数据 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告诉他呀 设置数据也就是他把接收数据让他再刷新ui吧 好吧 把数据告诉他 那对应就是我们这个 看一看 我们上面定义的叫m的pager 是好 ok 运气一起来看一下counteroffice 这时候没有看到这个结果的 这个又没有出来呢 这个又是什么问题呢 看一下 不等于空 没问题呀 对吧 这个令阶的问题 啊 那么就只能这样去查哈 那首先看他的调物对不对啊 没关系啊 出现问题是好事啊 那么对应过来看一下 只要首先打个短点在这里看一下 好 那我们给bug一下 好 知道啥了 是不是我们还没有设置他呀 对吧 因为这里就没走 那肯定就没有设置他了 pager的adopt 好 ok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看出11 好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啥修了 一下就加进去了 这个智慧北京其实是一样的 那只是我们在谷歌市场里面的话 是可以下进吧 也就是 这一块代码是其实可以CounterA C 你把它给放到这里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相当于现在就用这个holder的话 是把它给模块化了 你就把它给挪到这边来了 代码面是没有少的 代码是没有少的知道吧 好 就挪过去了而已哈 OK 好 再见